是大清雍正皇帝的一顿私人晚宴 四个素菜一碗清汤 外加一碗白米饭 和他一同进餐的是即将升任江苏巡抚的李渭 李渭小心翼翼地给雍正盛了一碗白米饭 雍正接过碗 放下手中的奏折 深叹一口气 李渭显然惊了 一个人的饭量往往能反映他的身体状况 这简单的几个字让李渭心中五味杂陈 他理解雍正的难 他知道下面的黑 他记得主子的好 你怎么连一碗饭都吃不完 他心存感激又心酸心疼 怎么回来了 他想说千言万语 却又都觉得不合时宜 心疼和担忧迫使他端着碗转过身去 再也抑制不住满腔泪水 懦懦地抽气起来 雍正这才把思绪从工作状态拉了回来 诧异地问李渭怎么了 师父 这不好好的吗 李渭大口地扒拉着米饭 一抬眼 正看见雍正把一根豆芽放入头中 又转头去翻看奏转 他实在憋不住 他真的憋不住 这饭是如梗再喉 怎么也咽不下去 孤导 你整天淘去熬人的 就吃这么凉 这日子糟了 可怎么好啊 二十多年还能做到不忘初心 实属难得呀 雍正看着这个自己一手提携的心服 心里除了些许欣慰 还夹杂着一丝感慨 这时的李渭不是什么江苏寻补 完全是自己当初捡回来的那个小叫花子 说几句提起的贴心话 感情归感情 该办事呀 还是得办事 雍正问李渭去了江苏以后打算怎么干 李渭一边给雍正盛汤 一边告诉雍正 原本打算在江苏找个试点 搞一搞你的新政 贪丁入民 把人投税贪到土地里去 可是现在看来还都是时候 因为江苏是朝廷的一半才一样 西北要打大战 如果把江苏搞忘了 西北尊祥就会出问题 就会出大方法 因此我才想 先把江苏推请朝廷的声音 上上来 把江苏推请朝廷的声音 保住西北的军险再说 这样呢 李渭虽然不识几个字 但是大局观真的好 而且呀 办事也靠谱 雍正一边剃牙一边夸李渭说 你到了江苏以后 要好好干 哲室盖出这政绩 同时要多读这书 等你有了那个能力啊 朕把那样将都交给你 李渭激动地站起来说 怕自己干不好 雍正一摆手 笑着说又没让你现在就敢 放心 到时候给你安排的妥妥了 这是咱们君臣肚子里的话 现在不要说出去 不过呢 雍正眼下还有个大事 想问问这个绝对的心腹 现在西北是目前最紧要的地方 你说说看 派谁去最好啊 这件事也只有绝对的心腹才敢回答 既然主要问我 那奴才就直说了 谁啊 燕羹咬 这是你的想法 奴才不敢判准 这是无限的说 雍正眼睛一亮 心里顿时有了点 一丝不易察觉地得意从嘴角一闪而视 随即戴上老花镜 问起了吴先生的近况 吴先生 在你那儿还好吗 挺好的 除了奴才 有事请教一下他 其他的时间 他全在院子 雍正眼睛注视着奏折 嘴上却不经意地扔出一句 听说吴先生 想到前门就这么回去 就这么是吧 李渔大惊失色 您这情报站的情报也牛了吧 心里不免有点心虚 这是 用他们落过山西 跟田文静说的一句玩笑吗 雍正也正好有此 说田文静那儿也确实需要个外观 就让吴先生过去扶持几个月 等那边屡顺了在房地里面 这是八爷府一顿平常的晚餐 老爸老酒老师哥撒喝着小酒 老师率先开口了 他想不明白 田文静小利一个 还有李渔扁单掉了都不认识那是个一字的人 一个当了河南巡抚 一个当了江苏巡抚 老八神秘一笑 老九跟着解释 你不懂 这是八哥的资源之火 虽然应了两个巡抚 但是啊 咱也上了一批人 八个若是不同意这两个人 这胡广不正使 张胜碧 梁楚道许大丸 广西暗查使 李济莫 还有直立行道宋师温 江苏不正使李世仁 能在雍正这儿通过吗 啊 哼 以五比二 这个生意啊 咱没吃飞 但老八却心事重重 说起用人 我老八是自愧不如 你们看看李渔就知道了 一个弟弟道道叫花子 硬是让他调调成个厉害的角色 头再看看我们都用了些什么人了 任伯安 恶伦蛋 如今 道哥的宝哥 必难必难 就是现在用着的人 有哪一个能和李渔田文静相比啊 八哥 老九还是心有不甘呀 咱也别长别人的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这二十七个行省这么多要知 他一时半会儿呀 也找不到那么多人 而老八呢 则更有危机意识 老四除了用自己的旧人 还在盯着刚长出来的新韭菜 而老九则指出 他呀 有的也有诗 最近呢 龙哥多就是满腹牢骚 咱要不去拉拢拉拢 老八则告诉老九 时机还未成熟 以他的观察 龙哥多迟早是没气子 等老四不用他的时候 我们也不用拉 他自己就会靠过来